第321章 夺取火种 可恶 想不到 战会一族之前 暗插在部落当中的眼线 并没有彻底拔除 我们终究是出了差错呀 亲书脸上写满了悲伤的颜色 哦 这么说 你们两族之前就以剑拔弩张 那为何还要在这个阶谷眼上 铤而走险 进入这种危险区域呢 徐扬对此疑惑不解 随时开口询问一番 战会一脉的族长玄坤 已经跨入大五魂境 炼化出了最强雷鼠性皱纹 现在的我们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只有在这荒毒林中获取到火种 才有战胜他们的可能 林青叔说着 点了点自己的额头上的族内标记 这就是玄火火种的标识 也是我们牧神一脉的信仰所在 传说在无数年前 就是这片密林最深处的火山口下 孕育着真正的玄火火种 能够炼制出世上最强大的皱纹 这就是我们此行唯一的目的 龙坤无奈叹了口气 你们这些部落中人 还真是耿直啊 就没想过 这仅仅只是传说 压根就没有火种之力的存在 林青叔并未多言 只摊开自己的手掌 一道无比纯粹的火之皱纹光艳 幻化而出 如果没有火种最初的传承在 我们牧神一脉 曾经的辉煌从何而来 在数千年前 整个云丘都是我们的地盘 所有其他种族 都要向我们俯首称臣 依靠的就是这火种的力量 徐阳轻叹一声 什么都不用说了 既然你执意要寻找火种 把位置告诉我们 唯有得到我们的帮助 你们才有燃止那火种之力的可能 林青叔陷入思索 而他身后的这十几个族内 精英则都面面相去 思量了半天才终于点头 目前来看 人多中就是要好过人少 这些人看上去应该也不是坏人 虽然我不清楚 他们为什么要帮我们 可就目前我们的处境 得到他们的帮助 无疑是好事 林青叔终于凝重点头 那就多谢了 只要能帮我们取得火种 今后我牧神一脉 永远是你们的盟友 小团团无奈贪了 贪手 你们连部落都没有了 许下这种空投支票 有什么意义 林青叔看了小丫头一眼 不禁反问 那你们想要得到什么 很简单 如果我们帮你得到火种 并且成功覆灭 战灰一脉的威胁 帮你们陨落的族人复仇 从今往后 你要成为我们老大的随从 并且跟着我们离开这个地方 将族长的位置 交付给其他人 小团团 这波相当的机灵 说出了徐扬的心意 不行 他是我们未来的族长 你们有什么权利 叫他离开 林青叔 却是向后摆了摆手 我答应你们 只要有火种在 就算没有我 牧神一族 同样能够有崛起的机会 看着林青叔坚定的眼神 徐扬思绪 仿佛又回到了自己刚出关 回到天兰宗的时候 宗门被围攻 他不屈的样子 还是那样的深刻 纵然身在幻想世界 但一个人的本质 是不会被改变的 徐扬坚信 总有那么一种存在 可以帮助自己团队 回到现实世界当中 挣脱无尽之塔的束缚 终于 团队再一次被临时壮大 一行人 在青叔的带领下 朝着最中间那火山区域走去 越是走向丛林内部 空气当中的 温度就越高 带给众人的压力 自然也就越大 好在众人的综合实力 相对较强 仅仅只是高温属性 并不能带给大家致命的压迫 更何况队伍中 有徐扬和 无双这种真正的大佬 区区外部环境因素 绝不可能威胁到 团队的整体前进节奏 两天后 徐扬等人来到了这荒毒林核心 也就是那荒毒火山的附近 腾空而起 徐扬在那三七再聚的帮助下 得到俯瞰火山的视角 很快便看到了 那火山中间 熊熊燃烧的赤金色火种 果然 那火山中间 真的郁郁着一枚 你们头顶着标记一样的火种 林青叔等人 显得格外兴奋 太好了 我们这一脉的辉煌 终于能够重现了 林青叔做事 就要亲自去取 可是无奈 这火山内部的 高温太过凶利 光凭他一个人 别说是取出火种 就算是接近那边 都根本做不到 我说 你们就不要白费力气了 还是交给我们老大吧 除了他 我不觉得 这队伍当中 还有谁能够有这样的能力 龙昆这样说 凭借的是自己的判断力 虽然无双掌公主的底蕴 被他忽略 但徐扬的确是唯一一个 有这样本事的人 修罗之剑 被他呼唤出来 强大的剑气 释放向周围 在徐扬的力量 引导下 冲入火山口深处 轰隆隆 但听一声狂猛的声浪巨响 爆发 无穷无尽的 黑色几乎将这火山口 伸出的火焰之力 完全吞没 紧接着 强大的吞噬力 迅速锁定那道火种 在徐扬的操控下 修罗之剑 就这样带着那一枚火种 飞出了火山口 天哪 你 真的做到了 林青叔完全被此时的 徐扬惊呆 当他看到 徐扬手持修罗之剑 傲力虚空 另外一只手中 拖着那璀璨的火种时 眼神中闪烁出了 无比激动和崇拜的光彩 重新落地 徐扬并未第一时间 将这火种交给林青叔 这东西太过炙热兄弟 我需要一段时间 将之冷却下来 才能交给你 否则你 不但没机会将之炼化 就算是强行吞噬入体内 很可能也会将你整个人 完全废掉 别说修为能不能保留 你人 能不能活下去 都是个未知数了 林青叔并未 反驳徐扬 此时在他看来 徐扬就如同自己一脉的救世主 实力 就是他话语权最大的保证 就算是青叔背后的 这十几个壮汉族人 也都不敢对徐扬怠慢 分毫 自然对他唯命适从 足足过了两个时辰 徐扬秀罗之力 将这火种完全冷却 并且吸附进一部分 火种之力入体 这才算是大功告成 放心地将火种交给青叔 饶是如此 当这火种 力量完美呈现出来时 青叔想要吞噬它 还是显得有些吃力 林沙大人 您 会不会有危险 青叔苦笑摇头 为了族人们的希望 就算要下地狱 也在所不惜 第322章 吞噬火种 木神异族的族人们 感谢你们的保药 我已经成功获得了 传说中的木神火种 木神异族 即将迎来新一轮的复兴 我一定会给你们报仇的 请你们 安息 林青叔 此时看上去很激动 每当想到自己那些族人 惨死在战灰一族的人手中 林青叔心中的那份恨意 便会如同这火种一样 肆意燃烧起来 他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要完成火种吞噬 然后带领大家 将战灰一族 彻底轻负 我不得不提醒你 这火种的力量十分强悍 你现在的底蕴 如果想一口气完成炼化 没有外人的帮助 根本不可能完成 那以你的意思 我该怎么做 林青叔对面前的徐扬 还是十分地尊敬的 虽然他现在没有真实世界 当中原属于自己的记忆 根本认不出自己这个老祖 但是因为徐扬帮他夺下了火种 这份感激 是没办法用言语来形容的 至于这个 我需要和你保持精神层面的高度一致 才有可能 在你吞噬活动的过程中 对你实现同步引导 包括能量的传输与守护 要是没有我的神力 替你守住经脉 一旦吞噬过程中 有任何异样 那都将会是十分危险的 林青叔自然也明白 这火种意味着什么 如果贸然铤而走险 很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作为牧神一脉的现任组长 他自然不是怕死的人 但是在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前 他必须要活下去 阿阳 我牧神一脉的希望 都交在你的手中了 只要你能保证我 完美吞噬着火种之力 今后我这条命就是 你的 徐扬露出了一抹满意的笑容 你的命还是自己留着吧 我不要 但是加入我的团队的命运 你是没办法更改了 放心 有我在你 绝对不会有事的 不知为何 这个失去了真实世界记忆的林青叔 在对世上徐扬目光的一刹那 心头涌现出了一种莫名的熟悉感 似乎这个人与生俱来的 就能够带给身边人亲近的感觉 现在你闭上双眼 根据我的引导来调整自己的状态 我们这就开始吧 徐扬不愧是整个团队的 绝对核心与精神领袖 话音一落 周围 队友们很自觉地向周围铺展开来 给二人腾出足够的空间 并且为之护法 这也正是团队和伙伴们 能给徐扬带来最大的帮助 仅仅是在他偶尔需要的时候 站出来 为他做一点事 这条无比粗壮的大腿 就可以抱上一辈子 按照徐扬的引导 林青叔很快进入 心神手艺的完美心境状态 情绪也得以完全平复 要知道 吞噬火种这种工序 连徐扬也没有亲自尝试过 但因为它足够强大 能够以自身精神力 对林青叔的经脉 进行百分之百的无死角监控 这才能保证 他的身体不会出现问题 开始 徐扬目光仍是紧闭的状态 但他却一直点出一道 无比凝实的黑色气息 锁定在面前 这团赤色火焰的本体上 将之徐徐引导 向林青叔的头顶上方 这个人到底什么来头 他竟然能够凭借自己的神力 将这不灭火种完整地包裹起来 而没有被之彻底融化 这也太恐怖了吧 身边那几个木神异族的战士们 全都被惊得木凳口呆 念面相去 没人敢相信 这样的手段 会是面前这个看上去 无比年轻的家伙 施展出来的 同为年轻一代 徐扬的存在 让这些人感到自残行贿 同样是人 为何自己就要 靠一个女人来拯救部落 而面前这个家伙 却能凭一己之力 守护身边这么多同伴 上天入地 无所不能 这就是差距 实力的强弱 决定了不同人的不同活法 而徐扬这一生 注定是将要惊天动地的 火种的光芒 彻底被同化成黑色 与徐扬的修罗之力 保持着相对完好的沟通状态 在他的引导下 开始融入林青叔的丹田之中 之所以选择这个位置 是因为丹田做一名舞者 特别是一名皱纹能量拥有者 最先开辟出来的 储纳本源的区域 他乃是舞者身体当中 最为坚硬的体脉核心部位 能够在不损害身体的前提下 帮助林青叔 最先开始适应 火种的力量和温度 这道理如泡热水澡 必定是先从脚部开始深入 在下肢 先开始适应了热水的温度后 再逐渐向全身渗透 火种也是一样 更重要的是 人体最关键的心脉和器官 都在上半身 万一这火种 先从其他部位入体 剧烈的痛苦 直接炼废掉它的经脉 一旦精神力崩溃 火种自带悬火之威 完全失控 林青叔甚至有被活活烧死的可能 此时的林青叔 丹田之中 迅速传递开 无穷无尽的悬火热能 几乎请客之间 便将这丫头遍布全身 却隐藏在机体之中的皱纹 完全点亮 整个人从头到脚 每一寸皮肤上 都附满了密压压的赤红色皱纹 那正是皱纹能量 被瞬间填满的效果 体现 我的天 这就是悬火火种的威力吗 大人之前为了保护我们 对抗这荒毒灵当中的 强大凶兽 几乎干涸了皱纹内 储存的全部力量 这些力量 依靠修炼补充 以大人的天赋 起码也需要半个月的时间 可这火种 竟是在一瞬间 便让这个皱纹 完全被填满 太惊人了 徐扬这些伙伴们 都是来自神之国王都 仅仅只对神之力有所了解 并且王都直系五神官 他们多为建修 对皱纹这种 有些依靠外力成分的修炼途径 不是很感冒 甚至可以说 有些看不起 因此 大家都不太了解 这方面的门道 可这一次 当徐扬在 灵清书体脉之中 观察了一番后 他才发现 这种皱纹的力量 乃是 将最基本的天地元气 和元素属性 按照特定的规律 编制储存 在必要的时候 释放出来使用 不视为一种 另辟蹊径的修炼方式 简单来说 这种方式 只要努力 都可以或多或少地 继承一些力量 来提升自己的生存能力 不需要像修炼那般 考虑到天赋种种 第323章 真相大白 当然 修炼乃是真正的 利用天地之力 改变自身的强度 这种皱纹的力量 仅仅只是利用皱纹 这种媒介 暂时封印在体内 自身的经脉本体 并未有 太过明显的提升 徐扬并没有想到 这一点 反倒成了吞噬火种期间 暴露出来的致命隐患 糟糕 这丫头 似乎连修炼的本能 都一起被尘封了 连气息引导入 经脉都做得不是很顺畅 停留在丹田内的悬火之力 几乎还保持着 原来大小 要是不能尽快将之吞噬 真正成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 再这样下去 恐怕会有 尸海溃灭的危险 心中这般想着 徐扬立刻给了 林青叔相应的引导 并且进一步催促提点 他要加快自己炼化的节奏 可尴尬的是 这丫头也仅仅只是 跟着肝着急 空有一腔热忱 想要吞噬 却没有与之匹配的能力和方法 几乎全程都在靠徐扬 这就有些尷尬了 随着时间的一点点流逝 整个吞噬进程 比众人想象中缓慢得多 转眼便已是黄昏 过后夜幕降临 哈欠 龙坤拍了拍 嘴巴撑了个懒腰 已经有些开始犯困 身边五金花等人 更是因为修炼底子 不是很强 在这荒毒灵核心区域 很快便生出了 疲乏之香 你们先回再去休息吧 我来守着他们两个 龙坤 他们倒也没客气 毕竟这地方 看上去不会有什么凶兽入侵 临近火山口这种地界 估计整个荒毒灵 都没有多少人敢凑上来 那好 有劳了 无双姐姐 如果你也累了的话 记得喊我们来接替你 团团小可爱 也撑了个懒腰 无双捏了捏她的脸蛋 笑着点了点头 如果这些人知道 无双就是神之国地位 至高无上的常公主 估计早就去休息了 倒是灵瑶那丫头 因为本身就是高阶健修 身体素质还是很强大 童无 双打了个招呼后 便朝着这火山口外 围寻了个地方 我不累 陪着你一起吧 也算有个照应 有事喊我就行了 无双点头应了一声 其他那几个 牧神异族的壮汉 也都主动要求 给灵瑶分担些任务 各自分散为一个大外圈 算是为自家组长大人 和徐阳 创造出了最好的吞噬环境 平静地看着徐阳 以无双的精神力 他何尝看不出 自始至终 几乎都是徐阳亲力亲为 用自己的力量和底蕴 分担了大部分火种的灼烧力 才保证了这丫头 安安稳稳吞噬火种的环境 而经历了这一次吞噬洗礼后 林青叔的肉身强度 反倒成了团队中 除了徐阳和无双外 最强的那一个 暗夜之间 这火山口外的 光亮十分的通明 吞噬已经来到 白热化的阶段 林青叔这丫头通体 已经完全成了 滚烫的金红色 如同一个火人一样 盘坐在暗夜下 没有人能想到 这本该 十分隐蔽安全的吞噬环境 却几乎在这同一时间 凭空出现了莫大的危机 噗 毫无预兆的瞬间 黑夜之中 穿梭在密林内的一伙黑衣人 悄无声息地抹杀了 最外围难民 正在打短的放哨木神 一族成员 仅仅一刀 绝杀将这人 完全抹出了生命痕迹 出手之狠辣伶俐 一看 就是有备而来 绝非是一场邂逅那么简单 无声的压力和死亡威胁 迅速弥漫 其他几个木神一脉的强者 似乎也都没有 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纷纷被抹出了生命 仅仅是最后剩下的那两人 稍微警觉 一邪 终于察觉到了不对劲 有人入侵 在发出这样一声提示后 这木神战士 也被抹了脖子 灵瑶何等存在 作为神之国王 多皇家雇佣军的副统领 他的实力 绝非那几个木神一脉的人 能够相比 在察觉到不对劲后 第一时间 向无双释放了警惕信号 同时 自己朝着西南方 也就是那几个木神 异族人的方向 快速压了上去 组长 感受到一股强大的舞者 气息逼近 应该就是之前来过的那些人 其中之一 为首黑衣 蒙面人冷笑 不要跟他浪费时间 那一对人都不是擅长 释放一只幻养兽 缠住他就行了 我们的目的是火种 以及那个叫子灵的女人 是 殊不知 这伙入侵者 不是别人 正是之前 刚刚接待过徐扬他们的 当阳一族 没人能想到 这一脉人 竟都是狼子野心的家伙 徐扬他们更加不清楚 就连牧神一族负面 都是他们假传情报 故意趁牧神一族的 核心主力不在 挑唆战灰一族发动的进攻 此时 在收到了灵瑶释放的 专属余神之国王室 护卫队的专属信号后 无双脸上 生出一丝不屑 非但没有丝毫紧张 和警惕的颜色 反而勾起了一抹微笑 终于 几十道 黑影陆陆续续 顺着那山头上 炽热的火光人影的旨意 来到了无双几人 数百米开外 想不到 罪魁祸首 居然是你们 当阳一族 无双的声音 在这月夜之中 显得空灵而清朗 不看他的姿态轮廓 仅仅只是听这声音 那种独属于 上位者的雍容气度 便不是这些 凡夫俗子能够相比的 此时的无双 更像是冰冷而高傲的神 在俯视 这些轻而易举 就能被自己碾死的蚂蚁 你很聪明 小姑娘 虽然我们隐蔽了气息 又有荒毒灵毒素的遮蔽 皮肤的族长 终于摘下了面具 脸色显得无比森然 但那一抹微笑 似乎证明了 他处心积虑的野心 看起来就要实现了 能跟我说说 你们到底有着 怎样精密的打算 又是如何找到这里来的呢 很简单 你们见到的 那十几个 牧神一脉的族人 实际上是我们的俘虏 而并非所谓的 被接待的流民 因为这一切 包括战会一族 对牧神一族的进攻 都是我们策划的 而我们这样做 真正的目的 就是为了得到火种 这份力量 足以让我们取代 牧神一族 成为这云丘岭永远的王 第324章 无双显身手 无双露出了一抹不懈的冷笑 那又如何 就算叫你们做世界的王 又能怎样 野心和欲望 是会无限膨胀的 有些时候 人真的不应该活得太真实 太有目的性 活在梦里 也许也是一种幸福吧 无双的话 更像是一种自我的感慨 看了面前这些人的嘴脸 这丫头 似乎突然间 有些能够理解 徐扬的执着了 我不知道 是怎样的一种力量 给了你们来找麻烦的信心 现在如果选择离开 你们 还能继续和之前一样 安逸地活着 当然 你们也可以选择拒绝我的提醒 执意尝试争取一下 不过那样做的话 你们的结局 会很惨 无双 微微迈动了脚步 身上的气息弱到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他是怕自己的气息 影响徐扬的判断 让他分心 此刻 反而成了面前这些 当阳一族的家伙 信心的源头 哼 你连个这儿八经的舞者 都不算 气息弱成这个样子 在我看来 要不是抱着那个阿阳的大腿 你这种货色 甚至都走不进这荒独林吧 几十号当阳一族强者 放肆地嘲讽着 然而无双 根本没有给这些人 任何的回忆 依旧气定神闲地 缓步朝前迈进 动手 不要弄死这个女人 废掉她的行动力 就行了 我要让她亲眼看着我 夺下火种 杀了她的伙伴 然后 再征服她 族长并没有料到 说出这番话 已经算是她的人生巅峰了 因为放眼整个神之国 或许都没有谁敢当着 无双的面 这般放肆 这些可怜虫 用实际行动证明 什么叫做无知者无畏了 轰隆隆 强大的皱纹波动 似乎是在寝刻之间 便让整个火山口区域 陷入了剧烈的震荡 火山口内的岩浆热度 迅速攀升 滔天热浪翻滚起来 不过说来 也怪 这股激浪 再触碰到无双身体的一刹那 就像是一朵愤怒的浪涛 撞进大海 自然而然的 就被融化 以至于无双背后 徐阳二人的位置 竟差距不出 哪怕一丝一毫的气息波动 此时强如徐阳 都没有察觉到 有外人入侵的异常 什么 这 怎么可能 这个女人 竟然能够免疫皱纹的力量 组长 完全吓傻了 因为根据她的判断 这伙人当中最强的 应该就是徐阳 她做梦也没想到 自己处心积虑的谋划 被无双这个变数完全打破 想不到 你这个小护卫 竟大有来头 说 你到底是谁 无双笑了起来 夹杂着玩弄众生一般的戏血 声音依旧无比动听 听你 也配知道 我的名字 轻轻抬手 一道无声的神力波纹 荡酿开 面前这一脉 几十个强者 包括这当洋溢族组长 完全被定在了原地 连动都动不得分毫 殊不知无双施展的力量 似乎已经无法用纯粹的神力 来定义和形容 更像是一种领域 而她 就是这领域当中 唯一的主宰 真正统于一切的神 不是都很渴望火种的力量吗 我这就成全你们 也算让你们能够不留遗憾地 离开这个世界 无双指尖轻点 背后 那火山口中 一道 足有数十米长的火蛇 徐徐攀升 在无双的力量编制下 迅速成形 喷射着放肆的怒火光焰 涌向这几十人面前 不 女神 求你 放过我们这次吧 是我们狗眼不识泰山 求求您了 这足常人 几乎都要哭了 他做梦也没想到 徐扬这个领头人身边的护卫 竟然才是真正 让他们绝望的主宰 我好想 已经给过你们机会了 人为什么总是这样 绝望后 才会感到后悔 可惜 在完美的世界 也没有后悔这两个字 你们 没有机会了 轻轻闭上了美眸 无双脸上那一抹淡然的微笑 始终都在 只是那火蛇当空落下的一刹那 所有这几十号人都被完全吞噬 火蛇自带的岩浆热堵 将这几十个罪恶滔天的家伙 全部覆盖 让他们感受着焚身之苦 却连挣扎一下的机会都没有 活生生 就这样站在原地 被炙烤成了灰烬 而这一幕 刚好被半路斩杀完 幻养兽赶回来的林瑶 看了个清清楚楚 他却也没想到 无双这个所谓的 王公派来保护阿阳子爵的女舞者 竟然强大地令人窒息 林瑶不是傻子 作为王室工作者之一 他其实早就对无双的气息 感到莫名的熟悉 而看到眼前这一幕 他已经不能再自欺欺人 这个叫无双的神秘女子 八成就是长公主本人了 不过林瑶很聪明 并没有当面戳穿她 一来 他对徐扬没有恶意 甚至可以说 他做的这些都是为了保护徐扬 二来 林瑶还当自己是王室的仆人 长公主 选择微服出宫 也不是他有资格掺和的 或许就这样继续平淡地相处下去 才是 双方最好的选择 林瑶也知道 如果没有无双 在 光靠自己一个人看守 此时的徐扬和林青叔 怕是都要危险了 你这边怎么样了 刚刚有一批蒙面人突然闯入 杀了那几个牧神异族的战士 无双倾笑 幸亏你及时发了信号 我有所准备 布置了幻术 将那些家伙引进了火山口当中 危机已经解除了 几乎同在这一刻 虚空之上在剧里的众人陆续出现 原本他们为了躲避荒毒林的气息 选择进入高空区 也是听到刚刚火蛇之力狂暴的肆虐生财 决定下来看看 不等他们安稳陆地 林青叔和徐扬两人同时觉醒过来 轰隆隆 强大的热浪轰开向周围 林青叔盘膝座上虚空 周身独属于火种的悬火光芒 变得无比璀璨 整个火山口无尽火光 似都在触碰了他体外 这悬火之力后变得沉稳下来 这悬火火种 应该就是这火山口真正的火焰之源 如今火种被这丫头吞噬 火山当中的力量失去了源 应该要不了多久就会寄灭 再不会有喷发的可能 没错 看样子 他们应该已经成功了 老大不愧是老大 能让一个没真正修炼过神之力的人 吞噬了这般恐怖的火种 要是寻常人的话 估计早就被炼化成灰烬了 第325章 一桶云丘岭 林青叔最后一次爆发 天空四也跟着明亮了几分 似乎预示着 竹在这片天空之下的云丘一带 新的王已经诞生 稳稳落地 身上闪烁的皱纹 重新隐藏消失 林青叔睁开眼的第一件事 就是冲进徐阳怀中 抱住了这个男人 要知道 就算是在现实世界 跟随徐阳一起走南闯北的他 也很少做出这样的举动 没有了老祖 这样的辈分阻隔 反倒能让他更加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感情 我说到做到 你帮我完成了毕生最大的愿望 带我复仇归来 我子灵这条命 就是你的 且慢 林瑶突然站出来 将之前当阳一脉暴露计划的经过 简单同众人 说了一遍 林青叔一下子变得迷惘了几分 仅存的那十几个手下陨落 自己 一心认定的仇敌战灰一脉 竟是被当阳族 利用 一股脑这么大的信息量涌进来 让原本迫不及待 想要报仇的林青叔 有些迷茫 依我看 你应该先实现统一整个云丘岭的暴富 只有将这片区域完成统一 以火种之威 吸引八方归附 才能永久地解除这里的纷争 让民众们过上安稳的日子 至于之前的仇恨 已经不再重要 任何妄想 阻止你完成一统的部落 才是真正应该处理的敌人 林青叔受到徐阳启发 终于点了点头 你说的没错 复苏当年牧神一脉的辉煌 乃是祖祖辈辈的心愿 那我就从这一步开始 众人乘坐再聚 回到一望无际的草原 直奔当阳一脉部落基地 显然 徐阳这一对人刚回来 当阳族的战士们 脸上皆是写满了恐慌的颜色 怎么可能 他们 居然安然无恙地回来了 组长他们呢 当阳族那几个长老打扮的老家伙 彻底慌了神 从他们的表现中 也不难看出 林瑶之前做出的判断 都得到了证实 这些人压根就不是什么好鸟 一群包藏货心的家伙 当阳族的人 听着 你们组长一脉的野心 都已被我们识破 他们人已经陨落 葬身在火山口之中 而我 已经得到了火种传承 现在 我已火种继承人的身份 建立云丘岭木神一脉 新的统一秩序 想要归附我麾下 听我号令他 战胜之后 当永享太平 拒绝臣服的 杀 林青叔 说着 基地当中那些族长 一脉直属战士们 全都是一副愤怒的样子 别说投降了 脑海中都在琢磨着 如何给自家族长复仇 M的 老子给你拼了 大家跟我一起上 给族长他们报仇 杀了 木神一脉 这个野种 几个长老外 家族长的两个儿子 彻底疯狂 抽出武器 释放咒纹的力量 朝着林青叔这边冲了上来 只是这一次 林青叔没有叫徐扬团队 给自己提供任何帮助 而是腾空飞起 身上 玄火赤金色纹路再次出现 如今林青叔引动 玄火之力 已经不需要完全凭借咒纹 作为 媒介 他只是形成了习惯 依然选择借助咒纹 打出自己强大无比的 玄火之力 轰隆隆 一声巨响传出 整个部落基地 大片大片的青草和布设 被瞬间蒸发 面前那十几个反抗者 更是一个照面 就被吞噬成一捧灰烟 消散在了空气中 不 这 难道是神明的力量吗 根本不是我们能够抗衡的 赶快投降吧 既然族长 他们已经陨落 当阳一族 恐怕真的要就此覆灭了 这一脉的族民们 见状纷纷跪地求饶 根本没有想要和如今 这样强大的林青叔 硬碰硬的意思 毫无疑问 神一样的力量 根本不是这些凡夫俗子 能够抗衡的 区区皱纹储存的力量 如何能与真正的 玄火圆种比肩 如今的林青叔 只要勾一勾手指 就能轻而易举地 将整个当阳族上千人 完成抹杀 但他不是刮子手 更加不是喜欢屠戮的恶魔 他要做的 就是得整个云丘岭 一个崭新的未来 让木神一脉的荣光 再一次达到顶峰 火神大人 请宽恕我们的罪念 我们愿意永生永世地追逐 在木神光辉之下 看着数千人族群的民众们 纷纷跪地 林青叔的内心 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 他知道 自己作为木神一脉的传承者 终于要实现祖上的愿望了 听着 从今天起 整个云丘岭 只有木神一个名字 你们所有人都是 木神一脉的子民 跟着木神的光辉指引前进 你们终将会收获崭新的生活 这是我以木神一脉先辈的名义 对你们许下的承诺 火神大人万岁 拥有了足够的实力 征服对手 自然也就变得十分容易了 这是林青叔第一次驾驭 曾经想都不敢想的力量 成为一名强者 真的让人无比兴奋 他更加没有忘记 这些都是徐阳赋予自己的 他将会用未来的生命 去报答这个男人 战徽一族 你说什么 当阳一族 一天之内就覆灭了 这怎么可能 所有和部落首领 一脉有关的反抗者 都已覆灭 大部分民众都还安好 已经归入木神一脉门下 成为他们的信仰追随者 更重要的是 他们现在已经被林青叔 那个女人 分散到丘陵各部落 以木神大人的名义 进行招揽 所有意图反抗的势力 都将遭到火神的制裁 看得出 战徽一脉 这个港哨 也是战战兢兢的样子 每一个战徽族名 都很清楚 不管外面什么城市 战徽一族 作为亲自屠灭 木神渊部的罪魁祸首 肯定是会成为众矢之地的 就算木神再一次 统一整个云丘陵 他们的命运 似乎也无法改变 而事实上 他们真的是 低估了林青叔的包容力 也低估了他背后 徐扬团队的强大 不管了 一不做二不休 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 事到如今 我们必须要采取措施了 云丘陵这些废物 靠不住 但不意味着 我们找不到更强大的帮手 战徽领导者狂战无极 露出了一抹冷笑 显然 他已经有了应对计划 第326章 影子一族 骑柄火神大人 已经通告完毕 如今在云丘陵上 有自己传承的部落 一共18家 有17家的族长 都答应了统一协定 唯独 长老的话 突然一顿 帐篷内的大家都明白 这独一份的特例 应该就是战徽一族了 看来 狂战无极 终究还是没能理解我的心思 罢了 早晚都是要面对他们的 传我令 三天之内 所有支持部落统一的各部落 派30名最强精英 在本部集结 随我共讨战徽部落 遵令 这一战 无疑便是林青叔立威一战 张显火神强横实力的最好机会 只要得到这个部落 真正强者们的认可 牧神部落 就再也不用担心 那些族众们会反叛了 三天后 这只超过500人的云丘陵 最强精英队伍 完成集结 在徐扬团队的 一并配合下之奔战徽本部 放箭 战徽部落方面 外围设置的弓箭手足 有200号人 他们这一脉专属的底蕴之一 就是精准的箭术 能够将皱纹的力量 融入箭头之中 攻击自己的敌人 为了避免身后的精英战士们受伤 同时彰显自身强横实力 林青叔双脚 用力自马背上腾空而起 强大的赤金色皱纹光芒 大圣 身外的玄火之光 一个照面 便将射过来的皱纹光剑 完全炼化 什么 这 就是火神的力量吗 背后众人皆是大吃一惊 根本没想到 这林青叔 如今已经可怕到了这种程度 果然不愧是 木神一脉最优秀的领导者 将来云丘岭唯一的主宰 紫灵大人万年 背后 这些来自各部落的精英战士们 彻底服了 若说来之前 他们还怀着其他的小心思 那么当他们亲眼看到 紫灵火神降临一样的底蕴后 便在难生起半分其他的念头 因为他们知道 一旦触怒了如今的紫灵 他绝对可以分分钟灭掉 一整个部落 人和神之间的差距 永远是没办法弥补的 轰隆隆 大片大片的火焰 肆意燃烧 战灰部落所有的 抵抗者被完全摧毁 事实上 整个部落也剩不下多少人了 除了三四百老弱妇孺之外 其他能打的 都已战死 当徐阳等人 同龄青叔一起恭敬主仗时 却发现 这里空无一物 早已经不见了狂战无极的踪影 爆 火神大人 抓住了这个家伙 我认得他 他就是狂战无极 最信任的那个智囊 面前 这人贼眉鼠眼的匍匐在地 哪见到过这么可怕的阵仗 第一时间低头认怂 火神大人 各位大人 求求你们放过小的吧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 却见徐阳大老冷笑 到底知不知道 马上就会有答案了 说着 徐阳来到这人面前 将手掌握在他的头顶 强大的精神力 迅速冲破对方的石海空间 掠取到了许多十分重要的线索 影子一族 子灵 你可听说过这个名字 徐阳转过身 看向灵青叔 还是用他 在这幻想世界中的名字 作为称呼 据说是百年前 曾入侵过云丘岭的一脉神秘势力 后来被各部联合击退 从此销声匿迹了 怎么 这些和影子一族有什么关系 徐阳宁重道 这家伙的记忆显示 影子一族的人 最近一段时间 曾经秘密联系过狂战 无极 似乎与他达成了某种秘密协定 我担心 他会有更庞大的计划 否则 如果仅仅只是撤退 他为何不带着自己 挥下这些精英战士 而是放任他们留在 这送死呢 林瑶和龙昆他们 也都比较赞同这个判断 刚开始 我也想不通 哪有一族之常 这么轻易抛弃自己的族人的 说明 他这样做 应该有着不可告人的原因 甚至 这本就是那影子一族 受益的 可如果真是这样 那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无双思量的片刻突然开口 我记得 王宫内的密探 曾经带回来一份情报 说是西北方向的一些古丛林中 时而会有紫黑色的魔器出现 这种黑气 拥有很强大的吞噬灵魂的能力 很是邪意 难道说 影子一族和他们有关 爆 不好了 火神大人 队伍中 已经开始有强者们倒下了 看样子 他们似乎是中了某种毒 徐扬等人立刻有所觉悟 赶忙冲出营帐 探看个究竟 果真发现 这种所谓的 中毒 其实就是 被污染吞噬了灵魂导致 没错了 这应该是一种属性特殊的魔源 可惜 我在这儿无法召唤永恒神剑 否则那把魔族的神兵 应该能够完美 克制甚至吸收这种属性魔力 现在应当可以证明 狂战无极 那个家伙是故意而为之 每一处拥有尸体的战场 都将是他们发挥作用的地方 徐扬的判断 几乎就是林青叔的行事准则 在得到这样的认之后 林青叔立刻动用悬火之力 将战场当中这些尸身完全炼化 避免这种魔毒 进一步入侵到其他人的身体当中 可惜 我们现在还无法掌控那影子一族的动向 否则问题应该很好解决 徐扬轻笑 没事的 我有一个办法 应该可以引出在幕后导鬼的那些人 五天后 在火神子灵大人的命令下 所有云丘岭各部落族众 泱泱数万人的队伍 完成了大集结 紧接着子灵当中宣布 自己会将这个木神一脉组长的位置 传承给自己的一位亲信 同时会在明天之后 与徐扬等人离开云丘岭 这一消息放出后 顿时便在整个云丘岭掀起了轩然大波 自然也传递到了每个人的认知当中 果然 第二天一大早 数万民众自发聚首 为火神大人和徐扬团队践行 如今的灵清书 对于这些人来说 已经是神明一样的存在 既然是神的旨意 他们不敢违背 但心里面 还是很舍不得灵清书他们离开的 大家 不必相送 后会有期 数万人的族众们 目送在去腾空 离去 直到深夜降临 希望中的那一伙不速之客 真正的影子一族的阴谋者 终于出现 大家小心 有敌人 第327章 回马枪 辽阔的山岭内 五万民众聚集的区域周围 突然间变得无比阴森恐怖 整个世界仿佛都在这黑暗的光芒中 走向沦陷 我的天 这种黑色的光芒 究竟是从何而来 太恐怖了 草原上一些孩子们 无比惊恐地瞪大双眼 看向这个令人绝望的周围 黑色的虚空中 伴随着一声声 无比凄厉的哀嚎 迅速在人群 中央疯狂地弥漫 渐渐地 一些虚无的鬼影开始出现 似乎充斥着各种各样 令人绝望的表情 他们有的 在疯狂地大笑着 有的在悲哀的痛苦 仿佛在演化着 世间所有的情感 每一张鬼脸 都开始跌落星红的血液 这些血液 带有着无比强烈的腐蚀气息 所过之处 任何一种形态的生命体 都会在极短的时间内 走向枯萎 当着血液的泪滴滴 落在地面上时 草地就会在一瞬间 变得枯黄 滴落在人的身体上时 一道生命 就会在几个瞬息的功夫 变成一具白骨 恐怖的吞噬力 似乎很容易就让人想到 之前徐扬等人 进攻战灰部落的时候 那些同样走向腐朽的亡灵 难道这就是 影子一族的传承能力吗 没有人知道答案 不 魔鬼 全都是魔鬼 赶快跑啊 族内的一些勇士们 疯狂地呼喊着 同时抽出自己的武器 自发组成一个队伍 冲向了这些黑暗的轮廓 为自己身后的老弱妇孺 争取撤离的时间 然而此时 整个山丘都已经被 这树不清的鬼影完全覆盖 想要逃出这里 已经成为一种奢望了 影子一族等了这么多年 总算是等来了这一天 从今天往后 整个云丘陵 就是我们影子一族的地盘了 你们所有人都要死 这里将会沦为 属于亡灵的事件 不知名的方向 传来这样的声音 立刻便让民众们 内心唯一的光芒彻底熄灭 等待着他们的 似乎只有被屠戮的命运 就在绝望的念头 浮现在所有人心中的时候 云天之上那去而复返的载具 散发出了 无比璀璨的光芒 子灵发出一声呼喊 身体外围 那璀璨的火焰昼文赛 瞬间蒸腾 整个人第一时间 从载具上面冲了出来 飞翔这片 他生活了无数年的大地 火神救世主这样的名字 很快出现在下方 那些落难的民众们心中 当他们看到子灵出现的一刻 生的希望 再次重燃 天哪 是火神大人 他并没有真的离开 同样为之惊叹的 还有周围那些 竖不清的影子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些人 不是都已经离开了吗 难道是无极那家伙 出卖了我们 不可能的 无极和他们是死对头 更是木神异族的屠戮者 他怎么可能投靠火神 几个强大的影子 各自议论着 但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 这些人根本不是 所谓的亡灵 而是一种 另类的生命体 伪装形态 事实上 影子异族 原本也是生活在 云丘岭一带的 其中一个部落种族 只不过这一脉 修炼的功法 十分特殊 需要引动 天地之间 最恐怖的 邪煞之气入体 长此以往 他们的肉身 几乎能够 隐藏在虚空当中 但身上散发出的 恶灵气息 却十分让人厌恶 这也是他们 最终离开了 云丘岭的根本原因 不为这个世界 所容纳 才是影子一族 走向堕落的 核心元素 这一次 他们之所以选择 卷土重来 就是因为他们 选择为无极 那个家伙撑腰 再一次降临的时候 他们就明白 这个计划 注定是要失败了 因为子灵的 背后还有 徐扬这一批 强大的队友 不仅仅是徐扬 团队中的每一个人 都不是影子一族 那些族人可以抗衡的 族长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撤退 已经来不及了 跟他们拼了 那个被称为 族长的家伙 就是影子一族 现在的族长鬼影 这家伙所修炼的功法 并不是皱纹 来释放自己的力量 而是借助血液 来传递自己体内的 凶煞之气 万魔君灵 只见鬼影 突然对着天空 发出一声怒吼 整个人身体外围 散发出了 无穷无尽的黑色气息 这些亡灵之气 正在与漩涡式的形态 向周围疯狂传递 黑色的漩涡 笼罩在每一个人的身体外围 正在疯狂地 吞噬着这些人的灵魂 不好 我们一起出手 这股亡灵之气 太可怕了 再距上空 徐扬时刻 都在监控着整个战场 团队众人一起出发 朝着各个方向 开始驱散这些影子异族的族人 与此同时 林青叔也在虚空中 彻底爆发自己火神的威严 毕竟这些人 都是自己聚集在一起的 他绝不允许看到这些族人们 陨落在影子异族的手中 这么打下去 不是个办法 最重要的是 第一时间找到他们的首领 如果我判断的没错 这种功法 通过血液来传播 只要找到那个操控 凶煞血毒的源头 就能够让整个法阵失去作用 关键时刻 点了点头 将这个方法传递给周围所有人 果然 影子异族方面的力量 在得知徐阳他们已经洞察了 整个凶杀法阵的破绽后 立马变得慌了神 一时间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 影子异族的族长 掏出了自己一脉的传承神器 那是一颗血色骷髅头发杖 当鬼影将自己的手掌 放在这血色骷髅头上方的时候 下一个瞬间 他整个人通体变成了 完全可怕的血红色 似乎身上散发出的 这种血煞之力更为狂暴 就是他 他才是影子异族的头目 赶快灭了他 徐阳 话音刚落 手中修罗之剑 便开始凝聚无比强大的剑气力量 同时无双和灵鸟 开始为徐阳的终极一击开辟道路 将那些围绕在鬼影周围的 虚化灵魂完全斩除 你这装神弄鬼的家伙 湮灭吧 第328章 一战攻城 影子异族的族长并没有想到 这个叫徐阳的强者 手中的这把剑 居然如此厉害 修罗之力 根本不是他们目前的底蕴 能够想象的 毫无防备的一瞬间 修罗之剑几乎洞穿了整个血色轮廓 不过稍微有些遗憾的是 那血色骷髅头并没有 被这一剑完全崩溃 接下来 鬼影的肉身 似乎陷入了极度狂暴的状态 被这血色骷髅头特殊的法器 完成吞噬 这种反噬的出现 是所有影子异族的族人们 根本没有想到的 不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居然会吞没我的身体 鬼影 整个人完全崩溃 他做梦没想到 自己并不是陨落在敌人的手中 而是陨落在这自己 失落珍宝的传承神器手中 几千年了 卑微的人类 你们用鲜血 供养我几千年 如今就是我恩赐你们的时候了 突然 一个无比神秘的老者虚化轮廓 渐渐浮现在这血色骷髅头上方 那老者手中 持着一枚血红色的骷髅法杖 就这样凭空浮现了出来 它是完全的灵魂体状态 但散发出的气息 却让整个云丘岭上空 陷入了无比压抑的气氛 这是存在了无数年的怨灵 大家小心 徐扬第一时间开口提点众人 同时他也明白 这影子一脉 之所以拥有如此诡异 而可怕的力量 就是因为这个怨灵 可以说 藏在血色骷髅头当中的怨灵 就是一切的始作俑者 不管你是何方妖念 只要赶来我们云丘岭作恶 陨落就是你唯一的结局 林青叔根本没有丝毫惧惧怕对方的意思 当看到这个巨大的怨灵 完全显形的时候 他反倒心中一股轻松 因为将这个最可怕的 幕后凶手召唤出来 就意味着云丘岭的噩梦 终于迎来了被终结的一天 只要能过了这一关 这里万民的将来 就会充满光明 大家不要惊慌 这就是我们的最后一战了 只要战灭这个家伙 牧神一族 终将迎来光辉灿难的纪元 林青叔话音一落 整个云丘岭上空 响起了无穷无尽的欢呼声 各大部落的民众们 终于第一次集结在了一起 形成一股无比团结的凝聚力 而这一幕 在这片草原之上 已经有数千年 没有出现过了 也正是在这一刻 大家终于明白 林青叔完成了他自己的沉默 终于成为主宰这片山岭的 新的王者 渺小的人类 就凭你们也想与我抗衡 去死吧 话音一落 这恐怖的渊灵 攥紧了手中的血色权杖 只不过是一瞬间的功夫 周围所有的黑色气息 完全朝着血红色发生变异 而变异的过程中 血液的生灵 都会在极短的时间内 出现灵魂消失的可怕异状 毫无疑问 这种气息 是能够吞噬灵魂的可怕力量 这一次 徐阳并没有继续保持观望的状态 而是第一时间冲到了这个人面前 区区冤灵 也敢如此放肆 我倒要看看 你是如何吞噬我的灵魂的 老大 小心 这家伙不简单 身后龙坤等人 第一时间开口提点 唯独无双自始至终都没有说话 似乎他早就知道 或者说他打心眼里 相信徐阳的实力能够完全碾压对方 果然 那冤灵见徐阳如此信心满满 第一时间便操控着自己的权杖 飞向徐阳头顶上方 刹那间 那权杖的头颅部位闪烁起来 无比凶灵的血色光芒 将徐阳完全笼罩 这个 正是冤灵最为强大的吞噬灵魂的手段 然而下一个瞬间 这冤灵便彻底被徐阳身上的反应完全惊呆 因为他做梦也没有想到 居然有人能够凭借纯粹的灵魂力量 免疫自己的吞噬 这怎么可能 只要是人类 都不可能阻挡得住我的力量吞噬 你的灵魂 居然能有这么强 徐阳只是冷冷地看着对方 用嘲笑的口吻 笑了回答 要怪的话 只能怪你的世界 终究还是太浅薄了 这一次 徐阳并没有再次使用修罗之剑 因为想要对抗冤灵这种纯粹的灵魂体 就要用同样形态的灵魂力进行压制 接下来 所有人都看到 徐阳头顶上方 缓缓浮现出了一道无比 凝实地巨剑轮廓 这把剑 看不出完整的形态 但其中蕴藏的凛冽剑锋 却是让整个云丘岭上空 数万民众的心底一颤 我的天 这股剑气 仿佛有着劈开整个 天地一样的威严 同样作为巨剑舞者的灵魂 在这一刻 完全被自己这个队长给惊呆了 他真的没想到 徐阳再见到剑道方面 也有如此不可思议的抵御 殊不知 现实世界当中 徐阳正是那个唯一能在剑道造诣上 与灵谣抗衡的剑术高手 一刹那间 恐怖的灵魂力 终于毫无预兆地飞了出去 只一个照面 便将面前这个灵魂 体完全洞穿 手中持着血色骷髅权杖的冤灵 满是不甘心地哭喊着 但这一次 他临近腐朽的亡魂 并没有再次聚合成形 修罗之力 本就拥有着压制这种 邪恶灵魂的特殊属性存在 更何况徐阳的灵魂世界 乃是拥有颜色的 那是堪比神一样 强大的灵魂事件 根本不是面前区区怨灵 能够理解 随着这道怨灵的彻底熄灭 这场战争 已经没有了更多的悬念 接下来在林青叔 和徐阳团队众人的带领下 整个数万云丘岭的各族民众 发起了强势反击 将剩下的这些影子余孽完全消灭 至此 走向堕落数百年的影子一族 被完全覆灭 而云丘岭区域内 也终于迎来了全新的和平纪元 三天后 再次聚集 以牧神一族成员的身份 向他们心中最伟大的火神林青叔 鼎鼎膜拜 这一幕的出现 也宣布整个云丘岭争端的完全结束 而林青叔 也兑现了自己的沉默 将几个最信得过的族人 任命为整个牧神一族的长老团成员 接替自己管理部落 而自己 则辞别大家 追随徐阳的团队 开启了全新的征程 第329章 新的起点 转眼已是两天之后 徐阳团队在再聚的带领下 队伍当中的大家都显得心情大好 一来是彻底解决了云丘岭区域的争端 二来 大家又可以 前往一个全新的区域 继续自己的征程 只是这下一个目的地 却迟迟没有出现 因为无双带 回来的那个神之卷轴 下一条封印的部分 并没有开启 意味着无双派出去的禁位 并没有查到其他的徐阳团队成员的下落 我说老大 你的团队到底有多少人呀 你们之间又发生过怎样的故事 反正我们都是出来旅行历练的 不如你就给我们讲讲你那个所谓 现实世界当中的故事吧 龙坤一面吃着零食 一面向徐阳发出了这样的请求 一时间所有的团队成员们 心里面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就连无双长公主 这个团队中 唯一一个与徐阳在现实世界 没有任何交集的人 也都充满了聆听的欲望 那好吧 反正闲来无事 我就先给你们讲讲 先从龙坤和我的经历开始吧 于是乎 一个漫长的故事 就这样被徐阳娓娓道来 转眼又不知道过了多少天 最后一个人的经历也讲完之后 他这才发现 大家似乎眼神都发生了细微的变化 怎么会这样 我分明能够感受得到 他们每一个人的灵魂波动 都发生了频率上的改变 难道是我所说的这些故事 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他们的灵魂本源 有了这样的发现后 徐阳本打算将这个故事一直讲下去 直到彻底唤醒他们 每个人在现实世界当中的全部记忆为止 可惜没过多久 专案上那神之卷轴的第三条封印 就此融化 有消息了 无双赶忙起身 将这卷轴递到了徐阳的面前 而徐阳在接过卷轴后 赫然看到了上面两个无比醒目的名字 白连雪朝天珠 怎么回事 难道说 他们两个在幻想世界当中 也处在同一位置 徐阳心里面 本能生出了这样一个想法 但紧跟着 当他看到这两个名字背后 那个陌生的区域名字的时候 眼神再次凝中了几分 冰雪神朝 这个名字 既熟悉又陌生 徐阳抬起头 看向身边的无双 显然是想从那里得知 一些关于这个地方更多的秘密 然而他却看到了 无双紧锁眉头的样子 我不得不提醒你 冰雪神朝 乃是整个大陆 都比较忌惮的一个名词 与神之国和燕之国 都不在同一个区域内 哦 听你这么一说 我反倒对这个地方更感兴趣了 无双无奈摇了摇头 那种地方 我也仅仅只是去过一次 位置 就在神之国与燕之国临界的南方 那里 是一片一望无际的大海 是称 无尽海 无尽海中央的一座孤岛 就是冰雪神朝所在的地方 这座孤岛很特殊 一年四季每一天都在下雪 但那里却又是整个大陆最美的地方 有的人喜欢叫它为梦开始的地方 徐扬笑着点你的点头 表示能够理解 因为这世间极致的美好 往往都是和极致的危险并存的 既然这上面显示出了 他们俩的名字 那我就必须要去这个地方走一遭了 无双无所谓的笑了笑 来 都跟你来了 不要想着 我会做出其他的选择 不就是冰雪神朝吗 因为据我所知 无尽海内藏着一个大陆最强大的魔兽 那只古兽已经不知道存活了多少年 整个大陆都没有谁想要触碰它的逆铃 听了这些 徐扬几乎本能地想到 逍遥道军那个家伙 或许又是他在这个幻想世界当中 封印了某一强大的古兽 在确定了新的目的地后 大家都显得格外兴奋 迫不及待地想要看一看 这传说中大陆最美的冰雪神朝 到底是怎样一副状态 天呐 每一天都在下雪 那这个世界一定会很美的 在我看来 雪就是最为纯洁的代表 五朵金花很是兴奋 因为在神之国的王都 几乎很少有下雪的时候 每十年才能有一个季度降临雪花 特别是喜欢幻想的女孩子们 总会对冰雪降临的 那个冬天的季节充满了寄托 再聚 再一次出发 直奔大陆最不可思议的 冰雪神朝入口吴靖海 这趟行程明显要远一些 足足过了将近半个月的时间 大家才来到神之国大陆的边界 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 神之国疆域的辽阔 踏入吴靖海上空后 众人明显感受到 空气似乎都产生了明显的变化 吴靖海上空郁郁着 无比浓郁的神魔两股本源气息 神之国的浓郁的神之本源 与这吴靖海内各种魔兽横行的 强大魔气融为一体 形成了这种十分特殊的气息状态 在这种地方修炼 对于任何一个拥有神之力的人来说 都是十分困难的 轰隆隆 突然 海面惊起一声爆响 一直生着两对羽翼的暗蓝色飞鸟 毫无预兆地朝着众人的载具进攻而来 我X 这大家伙是什么物种 看上去很可怕呀 大家似乎都没有反应过来 这大鸟整个身体 也已经朝着载具下方撞了上来 还是徐扬的动作最为敏捷 第一时间冲了出去 将这巨大的飞鸟魔兽 一箭劈成了两半 只是当这魔兽的身体 爆碎开来的一瞬间 徐扬也是一脸的震惊 他赫然发现 这魔兽肚子当中 几乎吞噬了成千上万的海中魔兽 不愧被称为无尽海啊 我真的想知道 这片海到底有没有尽头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一众人很快发现 空气当中的温度 似乎越来越低了 而这一定 就与海中孤岛冰雪神潮所在的位置 有莫大的关系 根据无双的判断 那冰雪神潮之所以会有 一年四季都在飘雪的特殊环境产生 全都是无尽海附近的原因 难不成 是那海岛周围有冰属性极强的顶尖魔兽 有这个可能 只是到目前为止 具体原因还没有人能够解释清楚 对了 有件事我需要提前说明 这个冰雪神潮 对我们神之国和燕之国的人 都不是十分友好 他们似乎很不喜欢被外人打扰 如果我们就这样贸然前往 很可能会被他们下逐客令 最好是要找一个妥贴的借口 作为理由 我们才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出现 无双说的这件事 倒是提点了徐扬 也是他此番唯一的疏漏 这样一个海中孤岛无比神秘的区域 必定没有那么容易 就能被准许登陆的 我的天 拜访他们 还要带点贡品不成 可是我们来的仓错 根本没有什么准备啊 再说 凭我们这几个散兵游泳 能带来什么珍贵的东西 龙坤一脸无奈地贪了贪手 不过这或说的话 倒是有几分道理 如果真的凭财力 他们几个人 根本拿不出什么 能够打动那些人的的东西 这你们就不懂了 对于冰雪神潮这样的影视之地来说 他们的喜好 一定不比世俗人 能够打动人的礼物 不一定就是贵重的礼物 想一想 什么东西 是我们能够轻易得到 但他们 却很难接触到的 凌瑶 这波提点也是相当的到位 可却又给大家出了个 更加难回答的难题 难不成 是火 冰雪神潮一年四季都在下雪 那么火焰 一定就是他们最渴望的呀 凌清书这话一出 却是得到了大家一脸无奈的嘲讽 傻丫头 如果他们身为冰雪神潮的人 还排斥冰雪 而崇拜火焰 那么他们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更重要的是 如果真如同你所说 他们一定会想方设法的八截焰之国 可现在结果却刚好相反 证明冰雪神潮 并且稀罕火焰 他们以自己拥有的冰雪之力为荣耀 转眼间又过了三天 众人隐隐看到了 海无尽海中的一座孤岛 就算是在数千里之外的角度看 那里 也是一片银庄素果 带给人极大的憧憬 我想 我知道该送他们一份怎样的礼物了 徐扬露出了一谋笑容 眼神中也放射出了璀璨的光芒 既然他们以冰雪为荣耀 那么拥有相关冰雪属性的魔兽内单 一定就是他们最为珍惜的宝贝 只要我们在这无尽海之中 捕获一只冰属性魔兽 岂不很容易就能得到这块敲门砖 无双展颜一笑 果然不愧是队伍的灵魂 你这个答案很让人满意 众人也是一脸的兴奋 很快 在具外围已附上了一层浅淡的寒霜 空气当时的温度也低到了一定程度 有了这个想法后 徐扬便迫不及待地冲出了载具 贴着无尽海海面飞行 搜寻着冰雪属性为本源的强大海中魔兽 你在这方面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吗 长公主殿下 看到无双也跟着自己一并飞了出来 徐扬忍不住开口调侃了一波 距离上次来的时候 已经有十几年了 巨王是那些强者们的猜测 这孤岛下方 应该有群的冰雪属性魔兽的寄居 才会让这座岛屿出现这种特殊的环境 想要捕捉冰雪性海魔兽 光这样飞行 应该效果不大 徐扬顿时灵感大开 你的意思是 要搞出点动静歌 在得到无双的肯定回应后 徐扬不做更多犹豫 双掌核实 对着波澜壮酷的海面 打出无比狂暴的修罗之力 感受到徐扬体内 这何等澎湃的力量波动 无双眼神中 闪出了惊艳而复杂的光芒 那似乎是一种 很难用一种情绪去表达的震撼 毫无疑问 放眼整个幻想世界 能在神力强度方面 与徐扬比肩的 真的已经不多见了 轰隆隆 突然 一只巨大的头颅 自海面徐徐浮现 徐扬和无双 为了稳妥起见 身体向上空抬高了些 同着大家伙 保持在相对安全的距离位置 神色警惕地看着对方 外来人 是想登陆冰雪神潮吗 这里似乎并不欢迎你们的到来 这魔兽竟能口吐人言 要知道 这对于徐扬来说 倒不算什么惊讶的事 毕竟徐扬自己的龙芒 伙伴和饕天 他们都可以做到这一点 可在幻想世界 这无尽海中遇到 还是很让他震惊的 是一头双铜虎精 最顶级的兵属性海兽 我们的运气似乎很不错 无双显得很开心 丝毫没有因对方 可能隐藏的强大实力 而感到担忧 似乎当自己二人 看到这家伙的存在时 对方的结局就已经注定 这是只有站在世界顶端的人 才会出现的一种本能吧 哼 我好心让你们离开 你们却是打着这样的主意 那就怪不得本尊将领 给你们被审判的厄运了 好 巨大的双铜虎精张 开血盆大口 对着虚空发出一阵 无比凶猛的咆哮 只一刹那 所有被他从口中 喷出来的海水 都在向上喷射的过程中 迅速结冰 小心 徐扬明显没什么准备 当他看到无双 有被攻击到的危险后 纯粹是本能地 冲到了他的面前 用强横的肉身 阻挡下这股力量的 进一步传递 轻松化解 自打徐扬出关 这一路 不管去大陆什么地方 几乎都是横扫对手的势头 根本没有谁能在他手中 占得丝毫便宜 面前这个双铜虎精 自然也不会例外 轰隆隆 满身的冰铃 完全崩碎 徐扬再次抓起修罗神剑 冲向巨精身体表面 看来 你还是在这过得太安逸了 敢对我们动手的人 至今都没有 谁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徐扬这话说得很平静 但似乎也仅仅只是 道出了一个事实而已 黑色的光运将徐扬整个人 完全裹住 一个俯冲向下 所过之处 虚空中所有兵杰的阻隔 悉数崩碎 扑 狂猛的修罗神剑 势不可挡 仅是这一波剑势爆发 就将锋利的 剑芒刺入那双铜巨精的头部 好